李天 我们什么时候去找回院长 新生大笔过后吧 这次新生大笔也不能有事 拿过你老头去寻找院长 不复不复一去参加 小子 你还是个新生吧 黑暗深渊连我们都不敢轻易踏足 你进去找死吗 老子要不是有人物 还让你跟你们这些老头 在这里逼逼找到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这届的新生 萧妍 萧妍 你就是那个挑战 打败了狗头过的萧妍 小伙子不错吗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大家准备一下 新生大笔过后 立马行动 萧妍 你跟我来一下 你脖子没事吧 没事 称你这 萧妍 这次新生大笔 我希望你能击败江鹏飞 江鹏飞 就是那个爱物色首帧的 秦军第一次 居允进楼阵高兽拉肚 爱物色其实是天罗门培养的势力 新生大笔的冠军 让他们得到 会给学院带来很大的损失 甚至是灾难 不早 经历了 新生大笔的冠军 是获得前往学院秘境修炼的机会 那里留有学院先辈们的修炼心得 如果得到认可 就能得到先辈的传承 大规怕合一 不过无诱诸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 我拿了光军 立家运物门 捐逼费当大帐浪 以你的名医 帮我寻军目的捐逼费 这么言 装逼费 木子记经理你 这么言勾发起吧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可是人 设得没问题 接下来的对战 我会把你的对手安排的弱些 尽快结束比赛 观察一下对手 闹走你这时 死如露的猪鼻拉 不过无希望 接下来几场比赛 确实如同李天所说 肖炼的对手 修为不弱 但实力并不是很强 都被肖炼轻松击败 很快进入了四强 江鹏飞 江源还有一个 是大楚王国的太子 楚墨 老大 你这几天遇到的对手都不强 这个楚墨听都没有听说过 肯定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监狱不见要看对手是谁 萧兄 久仰大名 你也不来 去打太子 萧兄太客气了 叫我楚墨就好 你是真理决定 不是在客气吗 不用比了 我认输 那你 你们也看到了 不是我不现走他 是他自己认识的 这不能怪我 一周后有个舞者交流大会 希望萧兄到时能够捧场 还有木区 真是要拉了木马 套学套学 又十顶木飞去里 老大 那个楚墨是谁啊 怎么主动认输了 他是打去王国的太子 楚国太子又怎么样 那是他逝去 不然早被少主打成猪头了 老牛啊 木华心一心在 云来云飞学发料 下一场比是江源 对战江鹏飞 这不见本飞 还挺优恋小子的吗 萧嫣在哪里 伤害受死 这家乎比武还能捐啊 看来对交易这么多人了 在这里在这里 遗憾什么 神经病啊 上门大家更激励啊 你们需要休息吗 不需要 全帝了 无数为了 赶紧带 大王回去看杀掉仓景 很好 既然两位选手不需要休息 决赛将在一个时辰后进行